我想看到這裏的朋友都應該掌握了基本的加法要怎樣加的了 就好像我之前用過的例子 大家好像在這裏看到3加4等於7 而在數學裏面,原來每一種計算方法都有方法還原的 例如如果我想求 3加什麼等於7 如果我們要找回中間的這一步的話 其實是有方法的 相對應的方法呢 我們叫做減法 就好像這裏這樣 就會寫成7-3等於什麼 就是我們要找的東西 那怎樣找法呢? 跟加法一樣,我們第一步呢 可以嘗試將它圖像化 7 就即是表示我們一開始有7個球 3 4 5 6 7 7 減3的意思呢 也就是我們當中沒有了3個 沒有了3個 對了 那剩下的球的數目呢 就要我們數了 1 2 3 4 4 OK,我們得到4的 那所以呢 這條7-3 的答案呢 就是4 那跟加法一樣,我們也可以 都可以 用數族的方法去數的 怎樣數法呢 一開始我們才找到7 在這裡 那呢 當時我們計加法的人呢 就會往後面數的 這個是計加法的人的 那這次我們要計 減法呢 減法呢 就是往前面數的 這個是計減法的 那現在7在這裡 那我們減3就是要 往前面 減3步 減1步 減2步 減3步 那呢 去到這裡 那我們答案就得到4了 OK,下一題 同樣道理 這次呢 16-9 我們繼續用數族的方法 去找出這個答案 16一開始在這裡 那記住這個 每一個刻度 是相隔2的 那所以 數的人 往前面數 就要小心一點 1步 2步 3步 4步 5步 6步 7步 8步 9步 那這次呢 答案在 在6和8中間 也就是7了 那所以這一條呢 的答案 16-9 的答案就是7了 那基本上 到這裡為止 除了在數族上面 一個往前面 一個往後面數 基本上大部分和加法都 有點相似的 例如 例如 如果把它推廣開去 又變成多位數 這次這一條呢 是32495-1070 那怎樣減呢 同樣道理 同樣我們好像加法一樣 減法一樣都可以用值息的 一個個位 減法就一個個位減啦 嗯 5-0 剩下5 9-7 剩下2 4-0 剩下4 2-1 剩下1 3沒有東西減 這樣就拉個3下來 那這就是這一條的答案 那呢 如果大家還沒掌握到 究竟一個數字怎樣減另外一個數字呢 就要回到之前 加法那個表 大家要背得熟些加法那個表 那把數字還原的人呢 就可以順暢一點 那同樣道理呢 在加法那裡 我已經說了一次 這次是減法 我們又再重複 這一個 五位數的數字呢 其實是可以把它拆開 成為 三萬 四個零的 加 二千 加 四百 加 九十 加 五 而下面同樣道理呢 一千零七十 就好像我剛剛說的 是等於一千 加零 加七十 加零 那如果你在這裡 每一個位置 每一個位置 減的話呢 例如這裡 我們先做一個位置 對 就變成五和零 五 減零 是五 九十 減七十 就剩下二十 四百 減四百 減四百 減零 減四百 減四百 兩千 減一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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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рать 那最後這三萬 減十 減相 減四百 減三萬 減三萬 減四百 減四百 減三萬 減四百 減四百 減三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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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讲关于减法借位的问题 那就要涉及到 如何将上面这些数字打散 就好像用这种方法 下一堂我们继续讲多些